针对崖口坑溪两侧水泥墙面所产生的杂草问题 已经不是一两天的时间了 如果不赶快清除的话 有可能造成并没蚊之声的温床 育民里长曾玉琪也希望有关单位要重视处理 那么民众就不用担心每天到公园休闲散步的时候 变成蚊虫叮咬的对象 贯穿新装育民里还有龙腹里的这条崖口坑溪 因为墙面出现严重裂缝 到处可见杂草重生的景象 加上紧临龙凤公园 平日就不少民众接办到此休闲运动 里长希望有关单位能够重视处理 否则这里将成为并没蚊之声的温床 因为这个公园大家都是这些里民 然后大概在傍晚的时候 大概大家都会来休闲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水利局 然后能够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让我们这些里民有一个好的休闲地方 让大家能够把这个环境 大家共同来维护 以后才不会有杂草重生 然后并没稳地置身 长期以来雅口坑溪两侧墙面 所产生的杂草问题 不仅让环境整洁再度亮起红灯 而且无形当中也让这些 来到公园休闲的民众担心害怕 会不会成为蚊虫叮咬的受害者 所以把我旁边炒发开 所以尽量说可以用什么粉给它消毒 不要这样发炒 对我们大家直接说 那些老花的人 小人比较不得就回家了 希望议员帮我们在议会那边争取 就是能够喷姜 让那种杂草不要再长出来 那之后啊 以后说这条溪的话 就只要就是固定一两年 然后就是用这个 把这个水沟把它清干净就好了 以后大家 这是不管是龙凤里的里民 或是玉民里的里民 大家来这边休闲的话 就有一个很好的休闲的地方 里长建议相关单位 先将毁损破裂的墙面 重新铺上水泥漆 有效防止杂草乱生的现象 方可让民众安心到公园走一走 期盼这项改善工程能够早日完成 永家乐新闻新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